主料,鸡蛋两个,面粉一百二十五克,辅量,盐,水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好食材,鸡蛋打入面粉,加入盐,搅拌均匀,少量多次加入水,搅拌,混合成比较稀的面糊,如酸奶状,均匀没有颗粒,静置一会,直到面粉完全吸收水分,不粘锅烧热, 来一勺面糊,端锅倾斜转圈,让面糊自己流动磐薄,转小火,液体凝固后翻面,再煎一会,煎熟,表面出现褐色小斑点就差不多了,盛盘,卷菜,涂酱,再来杯牛奶,随意搭配,就可以吃了,烹饪技巧,水煮面粉吸水量控制,少量多次比较好掌握,面糊一定要均匀没有颗粒, 如油静置一会,再搅拌,我用的不粘锅,若不是,锅底刷一层油,面糊入锅要迅速倾斜转动才会比较薄,抹酱,配菜,券线随意搭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